陈水扁一审宣判被判无期徒刑 他提出上诉 并且还先透过了幕僚 对二审法官先出招了 他怀疑高等法院院长 是不是指派特定的法官 来承审他的积压庭 称这个为黑箱作业 但是邱宜就觉得很奇怪了 陈水扁怎么会知道 在高等法院是不是有暗装 邱宜要求高等法院调查清楚 误然的话不排除 要封杀高等法院的预算 扁家闭案即将进入二审 陈水扁突然爆料 高院院长曾经指派特别法官 承审他的家庭 邱宜迟疑陈水扁在高院 还有暗装 司法院能够不查吗 高院的正通单位能够不查吗 这个高院的相关人士是谁 为什么在现阶段 还可以像陈水扁像扁判 通风报信 邱宜要求高院调查清楚 否则不排除封杀相关预算 另外扁家媳妇黄瑞进 已经有坐牢的最坏打算 邱宜也办出连续剧的剧情分析 黄瑞进会不会因为 缴不出两亿的罚金和坐牢 还得看婆婆 吴淑貞的脸色 重点在于说 吴淑貞舍不舍得拿出来 重点在于说 陈志忠肯不肯拿出来救老婆 如果连这个都舍不得 连两亿都舍不得 你黄瑞进还相信陈志忠爱你吗 你还相信真情不渝吗 真爱不渝吗 我觉得如果陈志忠不肯要他妈妈把两亿拿出来救黄瑞进 让黄瑞进得到缓刑不必坐牢 我觉得黄瑞进应该要做一点决断了 黄瑞进和吴淑貞曾经情同母女 不过随着扁岸发展 婆媳关系似乎每下遇况 如今媳妇黄瑞进只要两亿 就可以换五年的缓刑 儿子却不行 吴淑貞如果真的还有钱 要求儿子还是媳妇 外界都很好奇 周天新的牛逼逆桥 台北报导